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Tanya 今天要拍影片是小資女學生族必看 簽約以下CP值超高的美妝好物推薦 我今天要推薦的第二樣產品就是這一盤 OK,我打開給大家看 這個是Huda Beauty的那個Mini Palette 裸色的Mini Palette 我覺得它很適合台灣的女生 是因為低價錢落在差不多900塊 它裸色盤的Mini Palette有三種 然後這個是最淺色的 那為什麼我會選最淺色? 是因為台灣人的眼影不會畫得太浮誇 比較偏日韓系,比較簡單 對,就我的朋友們他們買的都是日韓品牌 對,就比較顯色度沒有那麼高 對,一般來說歐美的眼影盤顯色度都會很高 它的顏色是Window的那種偏粉粉 這個比較深一點點 但這個就是可以拿,比如說拉眼尾 我自己最喜歡的顏色是這個 喔,粉色亮片 你塗塗看來,你塗塗看 我可以試試看 然後你看一下它的光 它偏光耶 它是粉帶金 它這個上眼之後會被誇獎 對,它很誇獎 我後來發現的 真的好好看喔 反正我就覺得這個很適合台灣女生 它沉迷在這個眼影盤 不好意思 然後再來就是它大小我覺得很棒 就因為那些太大盤的 我覺得你老實說你哪一盤眼影盤用完 我的眼影盤沒有這追求用完的 我只是追求擁有它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小小的東西就是你可以拿來收集 而且它的包裝 就是一個壓紋的 對,漂亮的一個壓紋 然後摸起來就是形容一下 它質感還不錯耶 但它怎麼這麼髒 因為我很常用 然後我也很常摔 那它還蠻耐摔的 它很耐摔 對,它很耐摔 因為我真的 你知道有些眼影盤壓得不夠實摔一摔就 就再見 對 我覺得colourpop很好 我很喜歡它們很常出新的產品 然後有各種顏色 而且我第一個買的眼影盤就是colourpop colourpop跟它的區別是colourpop的顯色度都再高一點 對 所以給你喜歡那種濃妝液模型的 比較需要圓顏色 不可以這麼說我不接受 喜歡讓人家知道你畫了眼影 對 對 的姐妹們就可以去選擇那個 然後這個就是像你說它可能應該比較偏日常 其實這個 我跟你說這種顏色啊 要做得漂亮但不髒的話有點難 因為有時候它就容易髒髒的 這個還不錯 是不是 這兩個顏色還OK 它們就很適合當打底色 對,它很適合做打底色 或者就直接像有一些 亞洲妝容都是一個顏色就解決 我在這邊太久了 我有點沒話習慣這種妝容 但是就是偏日行妝都是一個顏色的解決 我一直都很喜歡它們這種mini盤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有一個 我比較少買它們家的basic盤 basic盤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當時買的是這個 哦,Neon的 這是當時它們的Neon系列 哇,我超愛 好好看哦 它是這個Neon的綠色 然後這個Neon的綠色呢 它會有一些很神奇的配色 你可以玩玩看 其實我覺得它顯色度還不錯的 我超喜歡這種浮誇顏色的 像畫這種盤的時候 如果它是亮片比較偏大偏粗的話 我會先畫眼影 哦,對對對 然後把下面那些多餘的擦掉之後 再上底妝 它們家不只有這種裸色型 也有這種顏色比較飽和的 然後也有這種很跳 對 很特別的顏色 欸真的,你不要等啊 它買不到人再後悔 我跟你說 這個就很適合送人 嗯 我買的是最淺色 就是裸色的那三排裡面最淺色 它中間色然後還有深色 你就可以依照這個人的個性買給它 可以 好,換你換你換你 那我的第三樣呢 是一個底妝類的產品 是這個 Charlotte Tilbury 沒錯 我不知道台灣現在火不火這個牌子 嗯,剛開始是完全不火 但因為Kate,你知道嗎 我知道 他之前分享,他很愛這個牌 這是他的粉餅 英文叫 Airbrush Flawless Micro Powder 它所謂Micro Powder 就是它的粉質非常細 你可以試試看 非常細的粉質 哦 它的顯色度沒有高到你可以拿來畫完整個底妝啦 除非你是完美無瑕根本不需要畫底妝的人 它很適合拿來定妝 哦,對對對 因為它粉底非常的細 它其實感覺就很像散粉壓成這樣 哦,好細 然後又非常的服貼 壓過去之後那油光就消失了 直接霧掉 所以它的柔膠效果非常的好 啊,柔膠 而且這個其實是他們正常的Size 但這個正常Size應該會超過1000塊 不過,它有個小Size 啊 所以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因為這個如果是 折合過來應該要到1000 也是1500左右 但它有個小一號的大概就落在1000塊以內 OKOKOK 大概就900塊左右 OKOK 我用的顏色是1號Fair 但是因為它沒有太強的那個遮瑕力 所以如果你把它來當定妝用的話 淺一點會比較好 淺一點的好處是你到時候出油的時候 它會變得比較深 你會氧化 對 所以你淺一點的話 用定妝之後氧化之後會感覺更自然 嗯,OK 所以這個是我會一直推薦的 它有一個 我覺得美中不足的地方 你看我用字都要用得很小心 對 它有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它沒有粉撲也沒有刷子 哦,啊 嗯 所以你要自己帶一個刷子 但是我覺得它用刷子 效果會更輕薄更好用 就你要帶一個小的那種mini brush 但是它沒有放在這裡面 但是這個其實也是個好處 你看它有多薄 哦 如果你弄一個粉撲 可能maybe 還是可以這麼薄 但你弄個刷子絕對不可能 但我們實際一點上來說 你是不是你帶一個刷子 我根本不會 對,我根本不會用它敷的那個刷子 我就用我自己喜歡用的刷子 好吧也是 雖然它美中不足 但對我來說也不算是一個 對,OK 我覺得這因而異 要看人 這個是我會推薦的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專櫃 沒有 對,所以 如果有機會去到有專櫃的地方 可以去試試看 他們還有很多其他東西都很不錯 最後一樣東西 我覺得它放在最後一樣 就是最 中文不好 就是最符合這個 算隨便 好 倩幣 take the day off 對,take the day off 你有用過嗎? 有 我之前是用紫春袖的那個 卸妝油 我自己的點 我不知道其他人 但我很討厭油 我都是買凝膠或者是膏 最剛開始我都是用一些油類 然後我就很不喜歡 我就以為卸妝就是這麼痛苦的一件事 然後後來我就用了那個 紫春袖的敏感肌 所以是一個凝膠狀的 對 然後我就一直用那個 我之前有一個好物推薦也有推薦它 然後我剛開始是買小的 我後來買了大的 然後我後來全部用完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想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OK我現在找品牌裡面有哪一些有膏類 然後哪一些有凝膠 後來我買了YSL的也是卸妝膏 我覺得還好 你會感覺得到它還在 這個呢 我覺得這太神奇了 因為我剛開始用的時候 不費任何力 就弄上去然後開始這樣 搓一搓按摩按摩 然後沒有什麼味道 我不喜歡那種味道很重的 對 它沒有什麼太重的味道 然後你擦完之後你就洗掉 洗掉之後它真的就比較 跟其他比起來 真的乾淨太多了 然後你再洗個臉 完全就OK 我以前有用過這個東西 我是一個不排斥卸妝油的人 植村秀我以前用的只用粉色 它是最下水的油 OK 因為它其他那些對我來說有點負擔 因為它很豐富 太油感的 膏類的東西 我以前都是用 一個韓國的牌子 但是我後來試了 對 它在臉上按摩完之後 它就會從膏變成油 然後油完之後呢 你輕輕一乳化 它之後很快就變白色 然後你一洗它就洗掉了 那卸妝力還滿好的 因為我跟你說 不管任何的 我試過的所有的卸妝油 卸妝膏 卸妝凝膠 就是卸眼睛 然後我卸完之後 一定還是會有一點點就是黑黑 這是我用任何的都是 就事後會再用那個眼唇卸妝液 通常對 通常他們都是要分開 對本來就要用眼唇卸妝液 對但是我覺得它卸的就真的很乾淨 我真的好意外 而且這一罐有125毫升 可以用到天荒地露 這可以用超醜 這就是我 我一直不停的回購的東西 除非我要試新的東西 但我一定都還是會有一個它 欸欸我覺得 高霜卸妝油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如果帶出門的話 如果是油類 你會很怕按到 然後那個整個包裡全是油 但這個就不會 這不會 你怎麼摔它都不會的那個 這就是我們今天推薦的 最後一樣東西 謝謝你今天來陪我推薦大家 如果我之後想要把價格往上一點 那你會不會願意再上 我會 然後你們會想看嗎 我們在Oscar頻道上面 錄了一個盲測的一個 嗯 你們自己去看 我們自己去看 你們自己去看 我不想解釋 我不用想也知道一定很好笑 在這在這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要幫我按個讚 不要忘記要訂閱開啟小鈴鐺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們最喜歡的1000元以下 CP值超高的好物推薦是什麼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大家掰掰 掰掰 嘿